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囉 各位呢 你進到我們這個 研習講義的第一個教材 有沒有 這裡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跟影片有關係嘛 所以有個常識題要先考一下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看這個YouTube的時候 好 內容不是重點 我們看這裡 請問有沒有看過這個畫質 請問畫質數字越高是代表品質越好 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數字 他指的是影片的寬度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老師比較奸詐一點 另有引擎 那我們先看一下在這個地方啊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比480再高一點 應該有對不對 甚至怎麼樣 你看我們直接到YouTube好了 我們到YouTube隨便找一個影片 比如說我來找4K 你就很明顯發現 其實這個數值 有沒有一直往上 對不對 而且到某一個數字以後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一個叫HD 那我就要麻煩各位回答一下囉 你如果回答完了 假設我在這邊選完了 上面這裡有沒有要提交結果 這樣就OK了 好吧 我們先看看各位有沒有嘗試 這個不會做影片也沒關係 但是你都會看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很好 現在都答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多的人是認為影片的寬度或是其他嘛 但是你應該知道人要低調一點 所以只有這些人答對嘛 這個真的叫做影片的高度 大家都以為寬度對不對 但是真的不一樣 為什麼 我們要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你今天要做影片 弄錯了 你的影片就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就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其實我們剛有找4K 請問有沒有再比4K更多的 8K也有 現在目前最高大概到8K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我們一般的電腦 你大概處理就是FullHD 就差不多 你要處理到4K 要處理到8K 最好買頂級的 才有辦法處理 不然一般的 我們現在個人電腦部分 大概要處理那個還是有點困難 那我們看一下 你看到這邊 你看我們看8K的 看這裡 你現在看到 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現在看到這個所謂的360 360的部分 就是 我先從240好的 這是320 乘以240 也就是影片的寬跟高 那這個是什麼樣的品質你知道嗎 請問有沒有聽過VCD 以前有沒有聽過VCD 有 VCD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VCD品質比較差吧 因為解析度真的比較小 像我們20幾年前的大學面 要播電腦要播VCD 還要加一片影像加速卡才行 就更加差很多 那這個360是640乘360 640乘360 那480呢 也是各位非常熟悉的 這是720乘以480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 你在外面看到所謂的DVD 這樣了解為什麼DVD VCD品質好的吧 因為他是長寬都是各兩倍 就等於品質是4倍 4倍 那麼我們在網上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數字以後 都叫做HD 對吧 因為這就是高畫質 我們在這邊 1280 720就是1280乘以720 這個我們就稱做HD 所以以我們一般的 就是以我們教學上來講 大致上錄到1280乘720以上就OK了 我們會用的主要是 教學上主要會用 大概是這兩個解析度比較多 這兩個 那下面這個 在網上1080是指什麼 1920 20 乘以1080 這個一般我們就稱作-2HD -2HD 也就是說你現在去買電視 你去買我們的顯示器 他一定要有達到這個水準 他一定要有達到這個水準 除非你買的是什麼 no book 有沒有 no book可能他螢幕比較小一點 那就也許就知道1360或1320左右 不然大部分標準的螢幕 都會有到1920乘以8 這樣你知道了吧 反正再上去都是16比9 你就推一下 就知道說前面這個寬度是多少 這樣清楚了 所以為什麼要先了解這個 因為等一下我們在做影片的時候 你要會挑啊 好你要會挑格式 你才知道說我要用多大的 好要用多大的 這樣OK嗎 那如果說我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們剛剛講的 你們現在都用抄筆記的方法對不對 會不會累 請看右手邊 one note有個好處 可以寫筆記 在這裡有沒有可以寫筆記 你在這邊寫筆記 以後有個好處 你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筆記同步出現 比如說畫面尺寸 1280乘以720 好你就給他按確定 有沒有下來了 你可以有很多個 你也可以繼續編輯 這樣了解嗎 好你也可以繼續編輯 那如果呢 你覺得啊 那要打字 就有點慢了怎麼辦 你也可以用手寫 有沒有一個叫手寫筆記 不過手寫筆記的部分 他需要安裝一個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畫面拍下來 我給你看一下 在這邊 就是你只要捲到每一個頁面的最下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做擴充工具 他就是說你在看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你把畫面拍下來 然後用筆的方式有沒有 用筆 繪圖的方式直接去圈選 這樣就可以把那個畫面留在裡面 這樣OK嗎 可以啦 因為我現在沒有裝我就先告訴各位 反正他有兩種 那他的筆記 其實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今天筆記是屬於什麼 看影片的 你在看到第幾分鐘 第幾秒的時候做的筆記 下次你點那個筆記 影片就同步到那個時間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一點 因為今天如果你做筆記 我們常常回去筆記有一個很大問題 筆記跟老師講的對不起來 跟你印象中的對不起來對不對 因為沒有畫面只有文字 這樣OK嗎 給你玩玩看 來 share 認一下